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夏天到了你家的電風扇夠涼、夠安靜嗎? 自從我家的客廳換了這一把 和聯的奈米銀液菌雙效的電風扇之後 它搭載日本品牌的DC變頻馬達 它不僅風強到吹到會冷 而且它吹得很遠 那它內建抗菌的奈米銀粒子散葉 加可視藍光光觸媒 那只要將帶細菌的空氣吹出來 它就可以將細菌分解冷水 而且它通過SGS的認證滅進率 高達99.9% 那一邊吹涼風一邊享受無菌的夏天 在疫情嚴重升溫的台灣 如果你現在要換一台電風扇 當然要換一台抗菌、安靜又超涼的抑菌網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開箱吧 Let's go 今年夏天我家的客廳風扇突然有點問題 而且變得非常吵 風又很弱 那我就想與其開在那邊又沒有風又耗電 那不如換一台 風扇畢竟是小錢 花一花比較實在 那我到賣場看了一下 真的夏天就是風扇大亂鬥 我一下子還不知道怎麼挑 我就現場把每一把都試了一下 最後我挑了這一把 荷蓮的異菌網風扇 那它是16吋的 用一陣子我覺得很不錯 所以我決定來推薦一下 好,我就直接組裝好給大家看 我想風扇大家都會組裝 它整個造型有點像是大型直立式的循環扇 它的扇面不像傳統風扇那種凸起來的 它是完全平面的 那你在清洗的時候其實也會比較好清潔 而且它的閃面超大 足足有16吋 而且它的扇葉一共有7片 那在風學的原理 葉片越多 它的風切身就會越小 那吹起來也會更柔和更舒適 那我實際在吹的感覺會覺得 它吹在我身上的感覺是比較柔和 但是又能夠感受到風是夠強的 然後吹起來是不會有那種刺刺的感覺 那它的操作面板都位於在下方 那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開關跟風量的按鈕超級大 整個就是讓你用腳踩的設計 那你一回家鞋子一脫 用腳趾頭踩一下 風扇馬上就可以打開 然後你就可以立刻調整它的風速 那除了開關、風速兩顆大按鈕之外 還有定時排程 從1到8小時可以設定自動關閉 那模式有抗菌跟睡眠模式 那你也可以把喜歡的模式把它記一下來 下次開機它就會從上一次的模式開啟 那另外它也有附上一支紅外線的遙控器 遙控器上的功能按鈕會更仔細一點 風速可以直接上下調整 那面板上的風量可以大小來回循環 那這把風扇也同樣可以調整高度 再壓一下後方的按鈕可以變高變矮 那適用於各種情境 那上下擺頭的角度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還蠻大 如果你有一天你要刷油漆啦 換燈泡的時候 那你就會覺得很方便 那我覺得好用的家電 核心功能就是要好 其他只是加分而已 那我覺得電風扇的本質就是 風要強、吹得遠以及夠安靜 那和聯這台電風扇它的風力一共有10段 那我直接來進行測試給你看 好接下來我們來進行實測 這個是我家裡原本的電風扇 你看它的面積就這麼小 所以我家的小孩就整個吹起來 就都一直喊不良 那這是我家新買的易俊王電風扇 那你看它的閃面積這麼大 然後扇葉又這麼多片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測試一下 它的風量到底有多少 好現在我們切到風量1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數據是1.4 風量2 1.9 再來是風量3 風量3是2.5 然後再來是風量4 2.7 2.8 2.9 風量5 3.3 3.4 我在家裡吹我大概都吹風量5 就已經非常涼了 然後再來是風量6 3.4 風量7 4.1 風量7已經4.1了 再來是風量8 4.5 風量8 4.5 風量9 風量9 5.0 最大風量 風量10 5.3 風量10 5.3 它一共有10段風量 你看它最大風量可以到5.3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我家原本的這一台 它一共只有3段風量 然後風扇的扇葉只有3片 3大片 先試最弱的 2.0 最弱的是2.0 再來是中風量 2.3 再來是最大風量 3.4 最大到3.4 好以上是這兩支風扇的風量測試 實際上我在家裡客廳使用啊 我把它客廳放在靠陽台的地方 然後往我自己工作的地方吹啊 從那邊吹過來 大概是這樣的距離 大概是7公尺左右 那我都覺得風可以很平均很平穩 這樣送到我的身邊 那跟我家傳統這種風扇吹起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它的風喔 雖然說很近距離吹 可以吹得到 可是它一下子就擴散了 它整個會散掉 所以你沒有辦法吹得太遠 可是這一把它就不一樣 它的風可以很大很平均的 送到很遠的地方 經過測試的結果 我真的覺得這把風扇真的可以全家通用 不管是放客廳 放書房或是開冷氣當作循環善用 或者是像我一樣放在客廳的角落 那它一樣可以遠遠的把風送過來我這裡 那和聯這台的口號叫做抑菌網 原因就是因為它在膳葉上面採用抗菌奈米銀粒子的膳葉 那膳葉後面再搭配一組光觸媒藍光 那現在很多空氣清新機裡面都會放銀粒子濾網 那它的效果是用來分解細胞構造 那這把風扇上面的高彩度膳葉再加上抑菌銀粒子 它可以用物理抗菌的方式破壞常見的病菌 比如說像大腸桿菌、綠濃桿菌、白色念珠菌或者是金黃葡萄球菌 而且它的效果非常持久 而且也不含副作用跟抗藥性 那在膳葉後方還有一組神秘的光 當我採下膜式的開關 後面這個可視藍光的光觸媒就會亮起來 它的藍光的波長大概是400億到430 那屬於人眼可視 可是不會傷眼 那透過光能可以把細菌病毒都化成水跟二氧化碳 那這兩種效果加起來可以讓家中常見的細菌可以有效的抑制 也就是說室內的空氣的常見病毒細菌 經過這把抑菌溫風扇的兩道防線就會死 雖然我這邊沒有設備可以測試給你看 不過和聯有送SGS的實驗室認證 那通過檢驗證明它的抑菌風扇滅菌率高達99.9% 那我買了這台風扇 我真的覺得這台風扇真的非常值得推薦 因為它真的非常安靜 可能是扇葉設計的關係啊 即使我開到最強的風力 它的風切聲也很小 而且它的風吹到身上的感覺也是溫柔 而且很強大一點也不會刺刺的 可以說這是我用過風最強最安靜的一台風扇 那我家的其他風扇雖然沒有壞 可是在半夜安靜的時候 你就會明顯聽到它的運作聲音 那有時候會有機器震動的聲音就很吵 那坦白說我覺得今年如果你要買家電的話 如果有標榜液菌最好是選液菌的版本 那我家有兩個小孩要養 如果可以少生病當然是最好 電風扇它其實不是什麼高單價的產品 如果可以用少少的錢一次攻頂 我覺得很值得 最後我在影片的說明欄附上介紹資料給你 那目前在各大賣場跟電商都有在賣 直接送到家 這把電風扇的型號是HDF-16H-72G 那它是奈米銀雙效液菌低吸風扇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霸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